张皇后对自己的这位小叔子是千宁宁万嘱咐 进宫之后在头安排好自己的亲信之前 是千万不能吃宫里的东西和宫里的水 您还别说这信王朱友简呢 他还是真听自个儿嫂子的话 他怀里还真揣着两张麦饼 这两张麦饼啊 那可是这信王妃周氏亲手唠的 有传说呀8月20日进宫 8月24日崇祯皇帝登基 在这期间 这挺大的崇祯皇帝就只靠这两张面饼活着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这段书啊 聊的还是明末崇祯年的任何事 可是要说今儿这故事啊 咱不能从崇祯年开始说 从哪说呀 咱们得从这大明天启五年的冬天开始说起 那一年明西宗朱友孝 决定给自己唯一的一个亲弟弟朱友简选王妃了 那一年朱友简多的岁数呢 天启五年的时候啊 是1625年 朱友简呢是1611年的生人 那一年啊 这朱友简也不过才周岁14岁 朱友孝朱友简这两兄弟啊 感情非常好 所以给弟弟选妃这么大的事啊 就完全托付给了正宫国母皇娘 朱简的嫂子朱友孝的媳妇张燕皇后 天启六年的5月19 礼部呢就奏报给朝廷 说从这个顺天府的五城两县当中 一共挑出了77名 加使清白的女孩被选 咱们在前文书当中啊 已经介绍过了 这明中后期选妃子呀 和前代后代都有不同 越是达官显贵 氏族世家的女儿 倒不能备选皇后 就是因为呀 怕这些原本就是大家族的姑娘 一旦做了皇后以后 这个家族就是做大 成为这朝廷的外戚之患 也就是说这礼部 在顺天府大兴晚平两县 挑上来的这77名女孩啊 都是小门小户家的闺女 说到这儿咱们就多说两句 这种选后的方式啊 我认为其他方面不谈啊 单从这个优生学的角度上是好的 您看后世的清代 经常听说呀 这宫里的后妃因为难缠就死了 明代虽然也有 但是啊 不像清朝那么凸显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呀 这些后妃们都来自小门小户 这身体呀 他并不像那些大家闺秀一样的磊弱 清朝的那些后妃呀 有很多在家呀 就是大家闺秀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身体呀 本来就弱 到了皇宫以后 选成了妃子 做了娘娘 更是任麻活都不干了 一个个的都身体柔弱 所以才会出现很多难产的问题 天启六年六月的时候啊 传出话来了 说这77名女孩 经过层层的筛选 最后只留下三个人 信王的王妃呀 最后就在这三个女孩当中 选定一个 这其中啊 就有一个女孩姓周 是北直立顺天府 大兴县的人士 归中辱名啊 叫玉凤 万历三十九年 三月二十八日 子时出生 跟这信王朱友简啊 同岁 小了两个月 父亲周葵是从苏州 迁居到京师的一名游依郎中 另外两个女孩啊 也是北直立顺天府人 其中一位啊 姓田 叫田秀英 是一个小官啊 田红玉的闺女 要说这模样啊 在这三个人当中 这田秀英 那长得呀 是最俊的 还有一个女孩啊 姓袁 叫什么名字啊 没传下来 是这个京郊士绅 袁佑的闺女 天启皇帝的媳妇 张皇后 本身自己长得就漂亮 据说呀 她是中国古代五大艳后之一 这张燕张皇后 漂亮到什么程度啊 据说太监 那种燕人 见了张皇后啊 都会怦然心动 这皇后啊 自然一眼就相中了 同样啊 是一个大美女的田秀英 就在这会儿啊 她不同意见来了 谁敢跟皇后 有不同意见 那当然是个 有分量的人了 谁呀 奶奶来了 宣义太妃 刘氏 这可真是奶奶辈的人 她是这个万历皇帝的妃子 有人说那就不对了 这皇后娘娘母仪天下 掌管六宫 无论是谁 都得尊重皇后的意见呀 可是这位太妃 刘氏可不一样 她手里头啊 掌管着皇太后的印席 所以呀 她有极大的发言权 当然了 这老太太呀 她不能命令皇后 她也是和皇后商量 她说你看啊 这个姓周的姑娘啊 虽然在这三个孩子里边 显得最弱小 最单薄 但是只有她 才有这王妃的气质 并且呀 很实大体 我私下了解了一下 在这三个人当中 她读书也是最多的 咱们家信王啊 也是个爱读书的孩子 我想啊 只有这两个人 才能做到举案齐眉 那个年纪最小的袁氏啊 虽然也是个貌美的女孩 但是啊 闷糊了一个 你问她什么呀 总是只笑不答 这皇后啊 也不好薄老人的话 于是就问她呢 您说 这姓田的孩子 她怎么了 好家伙的嘞 这老太太呀 翻了翻眼皮 看了看田氏 就从这嘴里啊 资出两个字来 狐媚 听了这老人的话呀 这皇后娘娘 又琢磨观察了几天 她觉得 这老太太说的有道理 于是就在天启六年的 六月二十一日 这皇后召告天下 大清县民周魁之女 丰荣端丽 而选其为信王妃 另外二女 也同选入王府 作为信王侍妾 等着信王妃 周氏一过了门啊 这皇后就发现了 这个兄弟媳妇啊 算是真选对了 狠识大体呀 时不时的就要进宫 给自己请安问安 并且呀 信王朱友简 对这个王妃也很满意 这二人呢 配到一起呀 真可以说是 轮凤和柴呀 后来的事啊 大伙也都知道 咱们前文书也交代过 这天启皇帝 乏似无后啊 所以这信王朱友简 作为皇帝 唯一的亲兄弟 才登基了大宝 天启七年的八月二十日 这信王朱友简啊 奉赵入宫 奉的什么赵啊 很遗憾呢 是遗赵 他的哥哥朱友孝啊 天启皇帝 在临死的时候 把皇位传给了他 他心怀忐忑的 坐着自己的轿子进宫 这种王爷级别的 红顶绿泥大轿啊 看样子 自己这辈子 只能是最后一次做了 再出行的话呀 就得换成龙脸了 这会儿信王的心里 的忐忑不安呢 他知道 这朝中的大权啊 都为魏忠贤 一杆烟党把持 这些人呢 素来和信王的关系啊 就不怎么样 更何况啊 这会儿的手中 还拿着自己的嫂子 张皇后 张建写的亲笔信 张皇后 对自己的这位小叔子 是千宁宁万嘱咐 进宫之后 在投安排好 自己的亲信之前 是千万不能吃宫里的东西 喝宫里的水 您还别说 这信王朱友简呢 他还是真听 自个儿嫂子的话 他怀里呀 还真揣着两张麦饼 这两张麦饼啊 那可是这信王妃 周氏亲手唠的 有传说呀 8月20日进宫 8月24日 崇祯皇帝登基 在这期间呀 这挺大的崇祯皇帝 就只靠这两张面饼活着 8月24日 崇祯皇帝登基以后 这当年的信王妃周氏 自然就变成了 正宫国母皇娘 周皇后 这会儿的皇上啊 仍然是谁也信不过 在投安排自己 亲信来到自己身边 之前这一个月里呀 一直是这位 正宫国母皇娘 周皇后 亲自下厨 为皇上准备饭菜 听到这儿啊 您就能知道 这皇后的贤德 咱们都知道啊 能穿针引线 精通女工的皇后 不在少数 可是 这能亲自下厨 做饭的皇后啊 好像啊 还真不太多 您瞧这周皇后 配有当年 大明开国皇娘 马皇后的遗风 都会落饼 说说至此啊 咱们得跳跃一下了 跳跃到哪呢 跳跃到啊 崇祯十七年的 三月十八 就是这大明朝 国破家亡的时候 闯贼李自成 大兵攻进了京城 崇祯皇帝自觉 什么办法也没有 万念皆空 他见的第一个人呢 就是周皇后 面对周皇后 这崇祯皇帝 连叹气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说呀 大势已去 皇后闻听此言 也是非常难过 他跟这皇帝说呀 臣妾服侍陛下 已经十八年了 这些年来啊 臣妾曾劝戒过陛下 但陛下不听 才会有今日啊 于是啊 抱着自己的亲儿子 太子朱慈朗和皇子朱慈炯 痛哭了一会儿 转身回到后宫 把门一插 上吊自义了 同一时间在这后宫自义的 还有刚才咱们说的 那个闷葫芦 袁贵妃 再哟 就是这崇祯皇帝的嫂子 一安皇后 张燕 不过也有传说 这袁贵妃呀 因为这个上吊的绳子 没记紧 摔在地下 摔晕过去了 才逃过了一劫 一直活到清代初年 可见呢 以这个周皇后 张皇后为首的 大明后宫的这些女眷 还是非常有气节的 那为什么 咱们要先跳到皇后 自义这个桥段 陪着君王死了设计 也算是女中豪杰 就是因为皇后 头死之前 和皇帝说的这句话 皇后说 臣妾曾劝戒过陛下 陛下不听 才会有今日 那么这周皇后 曾经劝戒过 崇祯什么呢 有的也识笔记所在呀 说劝戒过很多 但是至于 多到什么程度 劝戒的是什么内容 她就不说了 很多的名粉 也是十分推崇 这大明朝的这位 末代皇后 但是至于这皇后 是如何贤德 如何劝戒过崇祯的 他们也是知之甚少 无非是告诉你 这皇后灰烙饼 最后身死设计了 所以说在这呢 我也不能跟您这 胡说八道不是 生生的给您编出 两条皇后的贤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后啊 我在明记北略当中 还真查到了这么一条 说崇祯末年 叛君四起 关外的女真人 又时常来犯 这大明王朝啊 已经是岌岌可危了 朝中大臣呢 也有两派意见 有人说啊 迁都 有人说不迁 这崇祯皇帝呢 也是啊 犹豫不决 所以说这崇祯朱友简呢 整天呢 就是闷闷不乐 有一天呢 下了朝在后宫啊 皇后就跟皇帝闲聊天 他说 您知道吗 其实我们家呀 在江南 也有一处宅子 这崇祯一听 好像这皇后啊 是圈自己的迁都 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除了紫禁城之外啊 在南京也有一处宅子 可是啊 再追问下去 这皇后啊 就只笑不语了 有人说呀 这就是司宗不听皇后 建言的实力 其实啊 关于不迁都这件事情啊 很复杂 咱们讲到崇祖皇帝那班的时候啊 我再给您细细的掰着 大明朝的这位末代皇后 周皇后 人生的命运算得上凄惨 最后的结局呢 还能算得上啊 给人一点点的欣慰 因为这二人啊 埋葬到了 那位被认为比较狐媚的田贵妃的墓中 哎 至此啊 这田贵妃的元寝呢 也被改名叫做司灵 清朝入关以后 明代的姨老们啊 给这皇后上了嗜号 叫圣端皇后 顺至十六年的十一月 大清王朝又给这皇后啊 改了嗜号 叫庄烈闽皇后 南明给追上的嗜号 是孝节烈皇后 这也就是我一直称呼这位皇后 孝节烈皇后的原因 得嘞 这周皇后的故事啊 我就算给您讲完了 明天呀 咱们要说的是 本系列的最大主角 崇祯皇帝